秋冬天气干燥,很容易出现口干,声音沙哑,皮肤绷紧的情况 今年加大家做的苹果香梨茶,最适合这个机型饮用 有助于滋润降噪,润肺氧味,化痰止咳,水果茶的味道清甜,如何舒服 这才准备一个苹果,一个香梨或者是雪梨,少许的把河干,六颗莲子,还有一个无花果 这里我没有买到雪梨就用了香梨代替 我加了三个香梨味道会更加浓厚,喜欢清淡的朋友可以只放一个 苹果本身有助于生津润肺,香离止咳化痰,莲子能养心甘神 百合有助于养育、润肺,搭配清热神经,润肺止咳的无花果干 此汤整体有润肺、止咳及生津液的效果 去皮用鱼盐或浴宇润肺 canım类能养理 用它几满汁开 蘋果盒裡切小塊 把全部食材放進北頂養生壺 然後加入1500毫升的純淨水 放下Dessert 甜品功能 燉煮60分鐘 我這款北頂養生壺是基礎款 是沒有保溫功能的 除了這個缺點 我覺得北頂養生壺還是有必要入手於它 雖然價格高 但是北頂養生壺的玻璃就感到其他牌子的要好很多 如果你對這款養生壺感興趣 我會把產品信息放在信息欄裡 熬好之後趁熱喝上一杯 清心又潤肺 記得多包給家人和孩子喝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願視頻顯示大家在新的一年裡身體健康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 別忘記給我點贊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トミー